前两天黄晓明工作室发出严正声明,表示黄晓明不认识高友,今天就被证监会刮帮打脸了。 证监会刚刚公布的获利近9亿元,罚莫款高达18亿元的高用股票操纵暗中自然人账,库之一确实为影视明星黄晓明明下账户。 然而相关人士表示,这些自然人账户,所有人,如果仅仅是出借账户,并不知道账户被利用进行市场操纵,这些账户也不会被冻结。 于是许多网友感叹道,也许真的是贫穷限制,问普通老百姓的想象力,自己账户里多了几亿元都不清楚,黄晓明出借账户真不真不知道,但我估计黄教主账户应该没开短线提醒吧。 黄晓明出借账户,自己却不知道被用于何地核实,这是什么情况,请黄晓明出借账户,请账户上,有18亿过账都不知道,我的账户扣了两块钱,我都记得到,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 微笑跟有网友痛心挤手道,还死不认账,国家应该对人类放尽天良,要乱正确市场,要是国家法律,坑害广大散户股民的败类,不仅要有重罚,而且还要重判,让其永远消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